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表示 本周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因为成员们将就授予他的国家候选资格进行投票 这是乌克兰在2月底发起加入欧盟的第一个正式步骤 随着欧盟27个成员国初步达成一致的立场 乌克兰获得候选资格的可能性很大 然而 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因为候选国地位并不保证欧盟成员国资格 特别是考虑到乌克兰在社会发展 政治和经济方面远未达到欧盟标准 正式的候选国需要触发正式的成员资格谈判以加入欧盟 这一步骤需要所有欧盟成员国的一致批准 人们普遍认为 这次会议将明确乌克兰在开始谈判前 需要满足的多个具体条件 分析人士表示担心 这种出于地缘政治目的的象征性决定 可能会进一步损害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以及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互信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周三表示 俄罗斯正准备对立陶宛限制欧盟认可的货物 在加里宁格勒的铁路运输采取反制措施 加里宁格勒是夹在立陶宛和波兰之间的俄罗斯非力 立陶宛上周宣布 他禁止一些欧盟制裁的货物 从俄罗斯通过其领土到加里宁格勒的铁路运输 被禁运货物包括煤炭 金属和建筑材料 加里宁格勒通常只通过一条经过立陶宛的铁路线 接收来自俄罗斯及其他地区的货物和能源 佩斯科夫说 欧盟实施的非法制裁对俄罗斯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他指出 俄罗斯将对立陶宛的过境禁令做出回应 并在深入分析后宣布反制措施和决定 尽管如此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马利亚扎哈罗瓦 在周三的美洲简报会上强调 回应将不完全是外交性的 而是实际性的 反应人说 俄罗斯将如何以及何时做出回应取决于欧盟和立陶宛 他指出 欧盟和立陶宛已经被告知必须改变其做法 如果不改变 俄罗斯将采取行动 此外 塔斯社周三的一份报告暗示 禁令可能已经扩大到其他运输工具 因为有媒体报道称 重型卡车司机称他们不再被允许通过 俄罗斯日前声称 其远程海基导弹摧毁了乌克兰军队的一个指挥所 造成50多名将军和军官死亡 而乌克兰方面表示 西顿涅茨克的局势很困难 但可以控制 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继续对位于乌克兰的军事设施发动攻击 在蒂涅伯格比德罗夫斯克地区 施罗卡亚村附近的乌克兰部队指挥所 正在举行战略小组指挥官的工作会议时 卡利贝尔高精度远程海基导弹发射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格尔·科纳申科夫在周日发布的视频中说 这些攻击导致乌克兰武装部队的50多名将军和军官被消灭 包括总参谋部 卡霍夫卡集团 空降突击部队和向扎波罗热行动的单位 他说 对西顿涅茨克的攻势正在成功发展 由于士气低落和心理状况 以及缺乏弹药和后勤供应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几个单位正在放弃行动区 俄罗斯新闻社援引卢干斯克武装部队的话说 被困在西顿涅茨克的阿佐特化肥厂的乌克兰军队仍在抵抗 但他们也表示愿意进行谈判 从乌克兰方面来看 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的报道 乌克兰内政部长的一名顾问说 乌克兰东部战线的局势很困难 特别是在西顿涅茨克方向 但是局势仍在控制之中 节目最后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3号 阿富汗帕克提卡省盖阳地区 民众安葬地震死难者 阿富汗塔利班官员称 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上午 阿富汗东部发生的6.2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500人死亡 2000多人受伤 有约1000人获救 目前仍有不少人被困在废墟下 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受暴雨 山体滑坡等气候灾害影响 搜救行动困难重重 救援人员难以抵达偏远山区 幸存者只能在废墟上徒手挖掘瓦砾 搜寻幸存的同伴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3号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一个满载救援物资的卡车车队从巴基斯坦启程 前往阿富汗地震镇中霍斯特 为受灾群众送取急救用品 包括帐篷 防水油布 毯子和药品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2号 俄罗斯莫斯科 一名建筑工人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的广场上 安装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广场的标牌 6月初 数十万莫斯科民众参加了 由莫斯科政府运营的门户网站组织的投票 支持以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名字 命名这个比邻美国大使馆的广场 美国使馆的地址名称 由原来的伯利少医杰威亚金斯基路8号 变更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广场1号 当地时间2022年5月30号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当地耐克商店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3号 美国运动品牌耐克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 在暂停俄罗斯业务约三个月后 该公司将全面退出俄罗斯 今年3月 耐克公司曾表示 将暂时关闭在俄罗斯拥有和经营的商店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3号 孟加拉国希尔赫特 当地遭遇洪水袭击 孟加拉国卫生服务总局下属的 卫生应急行动中心和控制室23号发布报告称 季节性强降雨和部分地区的洪水 已经造成孟加拉国68人死亡 洪水已经对孟加拉国大片地区的住宅 农作物 道路和高速公路造成了广泛的破坏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3号 斯里兰卡 科伦坡当地燃气短缺 一名男子用柴火做饭 斯里兰卡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表示 经历了间断性停电 食品药品的严重短缺之后 该国负债累累 经济已经濒临彻底崩溃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